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庚子鼠年 故宫的宫门上挂起了年华 门神 到处充满着一片喜气热闹的节日氛围 吃了鸡 我觉得就喜欢过年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那个时候 就那个日历的风瓶 年华那样的一个小孩抱了一条大鲤鱼 就是年年有余 他的语意就是这样的 所以每年都会买一本日历挂在墙上 那么就开始撕 一直撕到年底快没的时候 我妈说哎呀 一年又过去了 陈丽华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退休后 故宫出版社 邀请她担任故宫日历的主编 做了五本日历体会感受很深 虽然是这一个小红本 看着就是说重量不大 开本不大 但是它的分量的确是很重 1933年 故宫博物院第一次通过 故宫日历介绍故宫藏品 一经出版 就被评为当时的 头号社交礼物 故宫日历连续出版了五年 在那个年代 一本小小的日历 在记录时间的同时 也为民众打开了一扇 欣赏故宫文化的窗口 我们就是把1935年到37年 这一本日历如果充兴的一种 复制和复印其实意义不大 那就是应该随着 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以及人们对生活的一种 充兴的一种审定 所以日历充兴换发 他的心的一种火力和生命 充兴火化 故宫日历应该在内容上 包括形式啥 要创新 2010年 经过众多故宫专家学者的努力 故宫出版社恢复出版 故宫日历 确定生肖作为每年日历的主题 每年虽然是以当年的生肖作为主题 但是真正的在这样一个主题之下 就像做一个展览似的 一个总的主题 你要体现什么 虽然是一个生肖 但是你要以生肖作为一个大主题 来体现你这样一个主题 完了又12个月 12个月的分主题 怎么样来烘托你这个大主题 这个过程其实是最复杂的 作为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12生肖 紫属丑牛 银虎卯兔 是每一个中国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份礼物 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情感和文化的纽带 从往年的故宫日历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生肖文化的灿烂辉煌 2020年就是明年故宫六百年 这一本是自处开心业 紫属六百年 第二步的工作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同事讲的 在浩瀚的故宫 文物我们有186万件 选取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你比方说365天 我们会挑到1000多件 在1000多件这个基础上再往下筛 就是按照比例 我要求他们是1比2 1比3的选 送上来之后呢 我就开始照顾历史顺序 这个选择每一个时期的东西 同时又能够考虑它的视觉效果 它的这个艺术价值 那它的历史信息尽可能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内容 删掉三分之一以后 大概剩了五六百张片子 剩下的这一些 大家看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 都会在一起再删 再学 生肖文化中 鼠对应着地质中的子 民间将鼠视为苍林风石 吉祥富裕的象征 也流传着鼠咬天开 老鼠嫁女等诸多美妙的神话故事 五年我们真是费的功夫是很大的 第一个月份选的都是老鼠 其实鼠的它的属性就是很机灵 很灵敏 比方七百石这个画了几幅画 其中就是能反映 比方对老鼠偷油这样的一个故事 都很多很多 所以七百石画了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 灰蟹的表现的 老鼠真正是蹬在拉台上 在那偷牛吃的那个画 是这样的就是真正语异的 民俗的这样一些民间故事 我们都有选择在这个月份里 我们做故宫日历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按区域划分 在讲到前津宫这一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把宫里过大年的这样一个场景 也做了一个体现 比方说在前津宫陈设的 各种丰富多彩的灯笼反映 就是春节这样一个喜庆 祥和气氛的这样一些场景 在我们日历当中都有过体现 春节前 故宫博物院最终把2020年的 故宫日历呈现给了读者 以一个月选取与生肖署有关的文物 此后各月都以紫禁城建筑布局为线索 展现了一幅紫禁城六百年的历史画卷 这本小小的日历让民众在耳濡漠然之间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故宫日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内容一种创新和形式的创新 创新以后的日历它不简单是一个日历 日历一属一共有四百多种 故宫收藏的绘画作品当中也有几幅反映清宫里下雪的时候 也就是农历初一 咱们说的大年初一 乾隆皇帝这个孙南帝女们在玩雪 放鞭炮 堆雪诗这样一些场景 那么这些真实的历史画作也是充分体现了 皇帝在清宫里对中国的这样一些传统的节日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坛指仪灰间这个过程一路走来 我其实都是跟文物在打交道的 感觉到时间很快 其实每天时间都是在流失 但是我想起来这人的一生都是在时间中诞生成长 做了五年的日历 实际上我们是用故宫的日历在记录这个时光 也是记录我们这个寻找美和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脚步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绵长和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